房车是什么呢?都有哪些准备? 独居两年的房车女司机给你唠一唠 首先,房车就是一类特殊的车 可移动,有空调,洗衣机,电视,冰箱,家具 可分为驾驶,卧室,客厅,厨房,卫生间几个区域 兼防御车的功能及衣食住行与一体的产品 满足你在适合远方的风景里缠米油盐 第二,房车根据动力类别不同分为自行式房车和托挂房车 4型式又分为A,B,C,T,速银车,金卡,重卡和P卡 A型车长9米以上,配置豪华,黄色牌照,需要A正驾驶 B型小巧灵活,适时精简,外表含蓄不张扬 通过信号,只是日常使用货,短途旅行 C型大脑门,装修精美,配置丰富,适合长期旅居 也是主流车型,蓝牌C正可驾驶 T型和C型一样,高度不超过3米又成为小额头房车 比C型少一个床 录影车,我的理解是床车的升级版,上的是旅居车的公告 上汽大通RV Life的版本被称为年轻人的第一台房车 金卡,大水大电,空间大,价格亲民 更注重居住体验,重卡,承重高,动力强,外观,威武霸气 价格也很可观,蓝牌C型小一点 驾驶感像普通越野车,通过性和试用面比较广 这么多房车,你喜欢哪款呢?咱们评论里聊聊吧